不捨啊 從在美國發生這些事情到現在 會很不捨 我會覺得 妳好多年以前 上康熙來的片段 現在都被挖出來 其實我們兩個就是 完全兩種方式 以前兩個孩子還小的時候 有在我們家一起游泳什麼的 當時我就知道 我跟她的教育方法很不一樣 很多我們童年記得出來 大家都會帶小孩出來玩 我就有眼睜睜的看到有一些媽媽 比方說 所有的小朋友都在玩 有些媽媽就是 有的小孩吃飯比較慢 她就一定要規定 她坐在上面吃到晚 才能跟大家玩 那你知道那小孩越急 根本就吃不下 可別小孩已經在玩了 我就會覺得 這個其實讓小朋友都會有陰影 妳說 妳理解嗎 我說的 我沒有指名道姓 我今天也看到 妳知道她的飯 要像妳的小小一脈這麼高 我可以理解她想要她健康 可是分量也太多了 不捨啊 從在美國發生一些事情到現在 會很不捨 我會覺得她就是沒有被理解 我是覺得她 這個小孩子她一直需要 別人的肯定跟關注 我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 我們真的也不是她的爸媽 她的爸媽也還在 我們不是不在 也還在 在她眼裡 可能還覺得我的教育方式才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都是很主觀的 我覺得 我不能教育她什麼 那小朋友現在也成年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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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